可以注意到通年紀錄這麼多 心靈導師真的談心靈嗎 還是談如何的串陣呢 可是我們注意到 我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有提到兩個憲兵官 一個是五四兩旅的蔡忠明 另外一個就是269旅的郭育龍 這兩個憲兵官 有可能變成污點證人嗎 注意哦 大家一定想說蔡忠明究竟是誰啊 蔡忠明可就是當時 侯仲秋的這個緊閉室的這個公文啊 不願意蓋章的那個憲兵官啊 結果這個憲兵官什麼 他被強迫去休假了 休假完之後 居然是人事事裡面的人事官 變成是蔡忠明的代理人 而蓋了這個章下去 其中這兩個憲兵官 好像對法官會有所正常的說辭囉 你看我們鄭重介紹這兩位憲兵官 在現在洪家的律師團認為 他們兩個是熱血好男兒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整個送洪仲秋去緊閉的流程之中 只有這兩名中衛仗義直言 不願意 因為他們認為這個根本不服程序 也不符合比例原則 力挽狂瀾 雖然最後功敗垂成 但是現在我們就要鄭重 跟各位觀眾介紹 蔡忠明 五四二旅的憲兵官 也就是所有禁閉流程都要經過他手上 郭育龍 二六九旅的憲兵官也要經過他手上 對他們都熟悉這個業務 他們不願意關 就是告訴你說這是違法的 公文有問題 公文根本過不了關 好 你們兩個囉嗦 囉嗦 我告訴你 蔡忠明竟然被記大過 掉馬祖 什麼 掉到馬祖去了 軍方在這個案子爆發的時候 因為你們都是當事人 哦 雖然你們都 把他掉到外島 讓你軍檢連找都找不到人 郭育龍不但記兩個小過 面臨七年以上的刑期 現在已經被起訴了 請問一下 當年是他們兩個反對的 六月的時候他們反對 現在這兩個都受到懲處 天下還有公理嗎 我們來細說從頭 好 五四二旅的憲兵官蔡忠明 當時一看這個公文 這個三連丹 他就我跟你講 他就講說 不符合條件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 從 我跟你講 他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這件事情不能這樣做 他就要用程序來阻撓 不要讓 洪仲秋 真的被送緊閉 而且他直接跟高層誰 高層幹部 就是沈威智啦 跟旅長 結果 被旅長痛批 痛罵 他說 你可以走了 你不是6月28號要放假嗎 對不對 他還記不記得 6月27號 大家還記不記得 洪仲秋送去體檢 對 對 對不對 下午4點半 回來之後6月28號 很快的就送到緊閉室去了 6月28號 早上10點送去 因為公文在27號晚上就開始跑啦 我告訴你 蔡忠明他本來6月28號 下午3點要放假 結果 結果公文6月27號晚上跑到9點半你知道嗎 5個小時就跑出來了 沈威智就簽了 那他明天下午 他2月28號的下午 3點要放假你知道嗎 結果 沈威智提前6小時 早上9點就要你 可以走了 你可以去放假了 我多給你6個鐘頭 你可以走了 為什麼 還叫他提前離開移區 提前離開 為什麼 有紅中秋10點要送緊閉 你不要給我再阻擋了 你走 你給我走 叫蔡忠明提前6小時放假 他前腳才剛走 紅中秋就踏上了死亡之旅 然後由人事參謀石永元接手 馬上照著沈威智的意思 火速批嘴 他就送到269旅了 到了269旅 還有最後一關 就是郭宇龍 本來可以擋住的 郭宇龍一看 他也說 我跟你講 你這個人先到了公文是不 不合格的 因為三連帶沒有到 他跟那個誰 蔡忠明講了 講法是一樣的 他也試圖阻擋 可是呢 結果 你知道誰打電話去呢 誰 半左線打電話去說 哎呀長官 你要我們長官跟你講嗎 還是你現在要怎麼樣 不收嗎 半左線語帶恐嚇 語帶威脅喔 他說 你能不照公文流程走 我跟你講會出事情 可是他礙於 542旅跟269旅的長官 他沒有辦法 他是只能夠 把這個案子給收 把人收了 所以大家還記不記得 上次永華哥講過 講過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 這就是說 他當時就 馬上就 PO文說什麼 就是 反正明天 就是要看到你的東西 然後呢 這東西要用到的時候 是你的 出了就是我269旅 他指的是誰 你是誰 指的是就是長官 出了事就是269旅 269旅會獲得懲處 然後我幹嘛還要保護你 我幹嘛還要保護你 你給我小過 我就要看你比我更重的懲處 就是說我要看你長官 得到比我更重 他當時就已經PO這個 大家看不懂的東西 現在大家終於看懂了 我跟你講立剛其實 他不適用於證人保護法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 有意要轉為污點證人 可是因為 他跟蔡宗明跟郭宇龍 兩個人都是這個案件的當事人 依法不可以轉為污點證人 但是他跟蔡宗明 兩位姓民官 是曾經試圖力挽狂瀾的人 但是今天他們兩個 都可以怎麼樣 就是說 他是沒有被羈押 蔡宗明也在外島 可是這兩個人 如果亂講話 是不是有生命威脅呢 所以現在陶寢一定要 盡力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 畢竟他們兩個都說了實話